那我后来想了想,我还是要干,因为我觉得中国很多年轻人是晚上想想牵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对吧? 晚上明天早上我是一定要干这个去了,第二天早上又去干老板哈,所以我觉得我看见,我感受到些东西,他们没有感受到,时间会证明不断去做,所以我就创办了这个中国黄业第一家公司,所以确实不容易, 所以我现在不想像强林嫂一样不断的讲自己过去的东西,但在2002年我到哈佛去做一个,就是关于internet,我们为什么会survive的原因,哈佛商学院请了我去做,我讲了几个理由,第一就是哈佛的professor说Jack,请你告诉我们在你的简历里面没有的事情,我说我哈佛申请过十次,你们都把我拒绝掉, 所以我一直有个梦想希望能够到哈佛来讲讲应该怎么做生意,然后呢那一天我讲了三个理由,其实这三个理由哈佛的学生听了以后,教授觉得很可笑,说你们活下来是这三个原因,他们都觉得很笑话,但我确实这个生意,第一个原因,我活下来是因为我们没有钱,第二个原因,我们活下来是因为我不懂技术,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从来不计划,这个跟哈佛的套路完全都是相反过来,我说第一我没有钱,确实创办这家公司,我是借了两万块钱人民币开始起来,那非常,我们花任何一分钱都是非常小心的, 因为少一个不小心就得输掉,就得完蛋,没有这个order进来,没有这个cash进来,你怎么花出去啊,所以很多公司我发现失败,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太有钱也会出问题,人往往是有钱才会犯错误,没钱也犯不了什么错误,对吧,所以我们两万块钱的时候特别小心,直到今天公司拥有的现金储备,可能是中国互联网公司中最多的一家公司了, 但是我们还是很小气,那第二呢,我说我们活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懂技术,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不懂技术,做互联网,我觉得挺好的,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外行是可以领导内行,关键是去尊重内行,我跟技术人员从来不吵架,因为我不懂技术,我怎么吵都吵不起来,对不对,我说的他们,他们说的我都听不懂你说怎么吵架,但是呢,有一样东西他们竟然说,Jack,你怎么这样去想, 他们讲问题的,我跟他说,这个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商人跟我想法都一样,我们这些人最怕技术,我希望的就是所有的软件的产品在阿里巴巴网站上所开发的任何东西是一个dumb click,就是最简单的傻傻的摁一下就可以找到一切要的,如果我不会用的话,那么百分之八十人都不会用,所以我就变成了整个公司前几年的quality controller,这个产品啊, 反正我也不想看说明书,你也比我讲的这东西天花烂醉多么好,反正我用用看,我不会用,那垃圾堆去,对吧,这个肯定不靠谱,你还去说服人,正因为这样呢,我们的产品迅速的在中小型企业,所谓那时候成为土老板里,全部转开了,产得非常之快,因为大家觉得进去以后就能用,这是方便用, 因为我觉得很多技术人员创新啊,出了大的问题,技术人员的问题就是说,他的创意,他是按照技术,这个问题,这个技术可以解决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又可以解决这个技术,然后呢,没迈出去,他回来跟你说,我的技术还不够好,还得再搞一个技术,那就复杂了,我其实对我们这种人来讲,我们根本不在乎,你怎么用,怎么做出来, 我只在乎这东西做出来有用没用,所以客户为导刑就变成了我们很重要一样,第三个原因呢,我们从来不计划,这个,那时候,我到今天为止,我们公司价值观里有一条,叫Keep embrace the change,我觉得Keep changing is the best plan,在当时互联网,我碰上一批所谓的专家,哎呀,那批肯上,我不太,我不太喜欢那些consultant,一动都是讲战略,一讲都是未来的宏观图,我听他听不懂, 他们讲讲都有道理,干起来全错了,他们呢,这个,这个说,哎呀,你要有个很好的business plan,因为那时候去raise money is a deal of business plan,我这个倒是真话,我到今天为止,我只写过一份business plan,我们raise了好多,第一个million,第一个round是五个million,第二是twenty million,我们每一个round,我只写过一个business plan,这个business plan是在硅谷,给一家台湾的风险投资商, 他说,哎呀,你这个主意不错,写个business plan给我,结果我花了三天时间写了个business plan,他说no,然后,我是,我想,他说,你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计划,没有那个呢,我说,这都不可能有计划,这怎么可能有计划呢,对不对,那怎么可能没计划呢,然后这家公司就把我拒绝掉,从此我就不写business plan,反而却越做越好,但是呢,我觉得当时有一种很有意思的,那些写business plan,写的那样, 那么后拿到VC公司,我发现百分之九十都死掉了,原因是什么,他plan的非常仔细,但是形式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在乎,所以我们不断的改,但是有一样的事情没有改过,我就围绕客户需求,阿里巴巴所有的招数都前三年免费,免费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所以你免费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付出钱,我付出时间,我希望得到的是客户的满意, 客户觉得,哎呦,这东西真不错,等他用过好了,我们所谓上营以后,你说,哎,你愿不愿付费,如果他上营了还不愿付费,你就应该把他赶走,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策略是说,免费的时候,你能到,所以那时候支撑阿里巴巴走下来,我们一分钱都不赚,九九年,零零年,零一年,一分钱不赚的时候,支撑整个公司,我就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呢? 给大家看的是,客户的感谢信,很多客户给你写信,那email说,哎呀,因为你们,我们改变了自己的企业,因为你们,我们找到了很多的这个这个买家,因为你们,我们找到更便宜的卖家,是不是中小型企业,因为我们壮达起来以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东西只要对别人有用,一定会,我们那时候没有去听媒体,没有听咨询师,更没有去听投资者,投资者呢,反正又是拍桌子, 我的观点是这样,投资者是舅舅,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我们,对不对,你得听舅舅的,因为他毕竟给你钱,对吧,你得尊重他们,但是怎么做,一定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做,而投资者如果说比你懂的话,那么应该他自己去做。